家里有橘子,就来做这个橘子酒吧 微醇甘甜,留着过年喝 这个季节的橘子是最便宜的时候 把橘子皮给剥下来 橘子皮可以留下来晒干,当做香料 橘子最好选择这种稍微甜一点的蜜橘 把需要用到的所有器具全部用开水烫一下 剥好的橘子一共有五斤重 戴上手套,把橘子全部都捏碎,捏得越碎越好 然后再加上这个裹酒,就要用酵母 我这里五斤的橘子,一共加了1.5克的酵母 再用削过毒的勺子,把它搅拌混合均匀 发酵的毯子,最好用这种泡菜毯子 里面加高度白酒,给它削一下毒,然后倒出来 再放上橘子果肉 五斤的橘子,加入500克的冰糖 然后盖上,加一点清水 后面的时间就让它发酵 果肉不要装太满,大概毯子的七分满左右 每天都用削过毒的筷子给它搅一搅 把果肉搅到汁水里面去 一个星期之后,差不多就可以发酵完成了 然后把果肉给过滤出来 再把过滤出来的果酒装进削过毒的水壶里面 加入100克的冰糖 水里放一个蒸笼,把水壶垫一下,然后开火 果酒隔水加热,这一步是为了停止发酵 加热到果酒差不多70度左右,就可以关火了 用了大概7-8分钟左右 不知道温度的话,可以咬一点出来尝一下 有点烫嘴就可以了 放凉之后,我们的果酒就可以开始饮用了 这个时候倒出来就像果汁一样,还是比较浑浊 但是味道纯香甘甜,回味无穷 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沉淀两天 这个时候酒水就会变得比较清澈 分瓶装起来,密封放置一年也不会坏 如果你家里有橘子的话,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收藏起来,以后试得做一下 感谢观看,我是阿宇,拜拜 拜拜